话说,从前有座山,山上有一个蛇洞,洞里有一条白蛇和一个女孩,白蛇不知道多少岁,女孩也不知何时生,人们只知道,这女孩从小就被白蛇所养育长大,食野肉,穿蛇皮,不老不死,白蛇则以紫金草为时,身长几十米,蛇之女与白蛇同身共死,一方遇到危险,另一方就能感应到无往今来,想要获得这紫金草的人不计其数,凡是遇到蛇之女者,必死。 话说这天,一群雇佣兵潜入原始森林,他们也是想找到紫金草,随着小蛇出现,一个穿着蛇皮的女孩出现在了森林里,小兵们搞不清这是人还是蛇,随着蛇之女被惊吓,那条巨蛇随之出现,这些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小弟一个一个都被白蛇给当作点心,其中一个小兵凑巧逃到的蛇洞里,还见到了类神奇的紫金草,这个心有缘见到,却没命享受,小兵还没看清楚,女孩的脸白蛇就送他, 和同伙去地狱约会去了,女孩放松之后,白蛇的路火这才消停下来,因为女孩从小和白蛇为伴,蛇与他之间已经产生了某种心灵感应,只要遇到危险,白蛇就会出来保护女孩,咱们的男主林晨,是个医药科学家,他也在苦苦寻觅那些紫金草,老板安排了毒眼和林晨,带队继续去无人区 这一次他们聪明的,一路从水路进入腹地,那里有什么动静,叫炮轰,独眼的这只机械眼睛,能扫描和探视,看上去很是牛皮,煽动漆漆的蝙蝠,出来袭击,这些蝙蝠可不得了,一只就能抓起一个人飞走,雇佣兵动用炮弹加火枪,才将蝙蝠驱赶走,凌晨猜想,这里的动物体型异常巨大,应该和紫金草有很大关系, 刚摆脱蝙蝠,水下的白蛇,就游了过来,刚才只是他的小弟,是是火力而已,几艘小船,分分钟就被掀翻,凌晨掉水里之后,眼看着就要淹死,刚好遇到了前代的蛇女,蛇女在水下,居然救下了凌晨,白蛇看到这场景,也没伤害凌晨,万里之后,毒眼已经布置好的炸弹,等着白蛇追来,他们就发动炮火,再加上电极弓箭,还有电光绳索,一时间白蛇被他们困住,只能遭受他们的攻击,任凭他怎么厉害,都是肉体之躯, 再这么下去,这白蛇估计也快不行了,而妹子这时候,还在想着救凌晨,第一次见到帅哥,那是相当激动,白蛇不断的死好生,才终于招来蛇女,眼看着自己的宠物,结果挂了,蛇女挡下,致命一箭,蛇女受伤,白蛇瞬间爆发战斗力,侦破绳索后,拼死保护蛇女,等凌晨赶来时,滚冰小队,基本都玩完了,女孩在梦中,梦到了白蛇,为了保护他,来到人类区,向人类勋战,等女孩醒来时,他已经被凌晨, 大带的人类生活区,老板听说蛇女,可以召唤巨蛇,很是感兴趣,命令凌晨,研究蛇之女,女孩天生,就是个吃货,对人间吃的东西,无比感兴趣,这不,刚好碰到几个偷电瓶的小偷,好家伙,居然在吃烧烤,蛇女也想拿几口,结果吧,被电瓶电到了,强烈的恐惧感,随即被白蛇感应到,白蛇再次出动,游向城市,幸好凌晨即使找到女孩, 为了女孩的安全,还是不能让她乱跑,老是穿着蛇皮,也不是那么回事,还是得穿衣服,凌晨发现,蛇女虽然不会讲话,但是情感表达没有问题,而巨蛇以紫光草为食,所以要强烈的固实行为,也正是因为紫光草,蛇女和巨蛇,才能不老不死,巨蛇回到城市之后,便开始了偷袭人类, 意外被一个小女孩拔除了之前蛇尾的弓箭,随即身体的修复能力爆发,在梦中,蛇女再次梦到凌晨,而且把凌晨想象成了自己的同伴,这个梦也意味着蛇女爱上了凌晨,几天之后,城市里便出现了多起人缘失踪案,唯一的幸存者只有那个小女孩,小女孩说,凶蛇就是一条巨型白蛇,凌晨他们也得赶紧心痛,等到巨蛇赶来,他们公司估计也顶不住了,他慢慢觉得蛇女并不应该成为实验品,他也是人,也是要 感情的,可老板却不是这样想的,只要用蛇女当作一二,惦记他之后,巨蛇也能感觉到痛苦,当巨蛇自投罗网,到那时候就能抓住他,计划很成功,白蛇一进入陷阱,后面的雇佣兵就集结了过来,随即白蛇被电晕,被当作了实验品解剖,凌晨看着巨蛇被解剖,不想看到蛇女也沦为实验品,蛇女和白蛇同生死,随着白蛇死去,他也已经眼眼一息了,凌晨对女孩心电复苏,这边白蛇也开始复苏,白蛇天 这也快速愈合能力,只要主人蛇女不死,他即时被切断了都不会死,转眼间又满血复活,可恶的独眼被他送走,第二天早上白蛇和蛇女安全离开了实验室,现在的蛇女也很清楚了,就是凌晨,但是他来到这里,他们才遇到危险,但是白蛇知道也是凌晨救了他们,恩恩怨怨也难分对错,之后凌晨被白蛇带到了蛇洞里,这里满是紫光草,凌晨吃了也可以和蛇女一样长生不死,可凌晨发现白蛇身上 居然还有定位器,这下完蛋了,老板亲自带着雇佣兵前来,为了蛇女的安全,凌晨放弃长生,拿着定位器和老板谈判,老板根本不在乎手下的生死,一枪打死了凌晨,随即蝙蝠最先发起攻击,一大部小兵被带走,当成食物,老板一个观感司令掉入蛇洞里,看到梦中的紫光草,那是心里勒开的花,死到临头了,还不知道危险,最后被白蛇吃掉,连扎都不剩,蛇女看着凌晨为了自己而死去,她知道,人类也是友好, 有坏的,最终选择着回到人类的社会去生活,实在搞不懂这蛇女是怎么想的,如果是你,你会愿意和白蛇生活在蛇洞里,还是愿意离开蛇洞,拿到城市生活呢? 每天不晓得,欢迎订去关注西瓜坑林,本次回来源,奇幻定,蛇之女